听说你们又想看跑鸡啦 那就走去 哦 这个复活点告诉你们怎么打 从这里提前出圈 然后直接上哨塔 从超乎下观察桥上 桥头复活点要是没提前出圈 这里基本都能鞠了 但是这把很遗憾 没看到他 不过等了一会儿 却听见了右边的枪声 这就在我的视野范围之内了 咳咳 他不动不好打 咳咳嘛 从来都是打移动吧 接的真准 他刚才是趴着人别人 所以多注意 肯定还有人 你看 又来了 动起来 啊 要的就是这效果 这俩至少也得有一个猫粉的吧 看下头顶复活点的出了没 哦呦我去 无分衔接呀 距离太近了 调一下背景 咳咳 搞定 现在附近应该没耳了 先看这个有啥 咳咳咳 乖乖 这都塞进末了 竟然还用修复没扣 手里拿的不少 我喜欢 再去看看那俩包 我操脚布 他面的 他还有人 再来 这把找了半天 终于在boss点发现了一个 正准备丢了一面 他开枪了 哎 98k 行 那就是咱抛击人的规矩 出来吧 拼一拨 哎呀我去 小娃 这小子趁机冲过来 我就没见过对局还有这么嚣张 赶上来就给你秒 我去 这小子拿到盆子 先撤 直接落到了小身头 看到甲车库那边没 只要几个过去了 说明那里必有人 哎 开枪了 那我们就可以准备收人头了 嗯 出来了 走这 学校有人打boss 去前面看一下 啊 又过去 还有个挑鬼不不的 没看清楚他拿的什么枪 先点个火 把他逼出来 啊 是个飘仔 搭的 吓吓吓的 嗯 同时跑击人呢 那就直接出一堆局吧 啊 对不起对不起 哎 咋是粉丝 也不多掉点东西 哈哈哈 又来人了 过一看看 呀 赖都来了 还往后跑个锤子 不过都比较穷 直接撤 再来 先看一下 吸引一下对面服务点 看一下他啥装备 嗯 不除嘞 不清楚低情 就不能硬上 我本来想直接从这边去小山头的 结果他追过来了 许个六套 打 太近了 只能用雷了 哦 去看看啥颜色 哇哦 猫红了 不炸鸡 不炸鸡 甜霸 先观察仨这位 旁边的人听到枪声 可能会过来 先打个要 咦 来这么快 太近了 他已有防备之心 直接拔雷 大层 先绕一下 走啊 你 二来 一个四包 一个狗牌 猫红的掉了个六头 只要没走到小山头呢 后面又来一个 就知道他会去学究 先盯着他的必经之路 看到了 nice啊 然后来到小山头 发现这里 已经有好几个盒子了 看来已经经历过大战了 那也就没杀人了 在这里把肖像大了 看看能不能吸引过来人 没想到 到最后也没来一个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